蛇呀 蛇 乌亦 怎么了 蛇 抓 抓 抓住他 别出声 站在我后面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蛇 是不是已经晕了 这是熊黄 蛇帕熊黄 殷强 老爷 你是怎么侧候小姐的 我花二两银子把你买来当丫鬟 好吃好喝的供着你 不是让你光抢服不干活的 把蛇杀了 蛇胆配药 好有灵心的眼睛 该不会是成精了吧 你走吧 我不会伤你的 师父要是问起来啊 我就说是我大意把你给放走了 顶多我就是挨一顿骂 来 我要是需要蛇胆的话 可以用其他的药物来代替 没有必要伤害你的性命 你记住了 以后你要取闹 也不能随便跑到人的房间里去 你顺着乱往上游 就迷到湖里去了 就迷到湖里去了 他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嫂子这毒种得也太奇怪了 我已经换了十二道药方 竟然还不见其色 神仙姐姐来了就好了 他一定会有办法 傻孩子 江南姓林就没有听说过 神仙姐姐这好人物 他这么说不过是缓兵之策 敢不敢来还难说 谁说我不敢来的 你怎么进来的 长生 你们家不锁门的吗 分明是许大夫进来的时候 忘记锁门了 干嘛怪人家小孩子 长生 这个就是你娘的灵药 快去喂它 你这个药是用什么做的 可不能给人乱吃啊 不告诉你 你 长生 长生 徐大夫 嫂子 来 我来看看你的脉象 这脉象 刚才还动手无须 现在便和欢有力 怎么可能呢 多谢徐大夫 对我的救命之恩 娘 是这位神仙姐姐救好你的 全靠徐大夫 用明贵药材替你固本肥原 我的药才能即刻见相 雪仙惨怪 这位姑娘是 苏贞姓白 是长生的忘年好友 原来是白姑娘 多谢白姑娘妙手回春 救我一命 您客气了 如今天色不早了 不如留下来 用灯便饭再走吧 好啊好啊 徐叔叔和白姐姐 一起留下来吃饭吧 好 您快歇着 我来备饭 哪有让客人去的道理 我去 徐夫人 您歇着 我去帮她 好 谢谢